一個錯誤的政策會造成什麼東西 造成我們臺灣 基本上你切斷了這個兩岸的期待 而中國大陸現在對於人才的這個吸引力 不只是僅於臺灣 是對全世界的人才都有吸引力 為什麼 因為他有成功的開放的經濟政策 臺灣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很成功的 中介跟跳板 結果呢 也有很多的外國的朋友 包括美國的朋友 他希望能夠留在臺灣 然後我要做生意的時候 我飛機一飛 我直航 我就到上海 我就到廣州 OK的 可是現在臺灣自己切斷了 跟大陸的期待 抱歉 我現在要設總部 沒有在臺灣 我現在要找人洽商 也沒有在臺灣 那我一天到晚 我如果要做生意 我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 我要在上海 我就算有臺灣的老婆 然後小孩都住在天母 我這是我的朋友 可是他受不了 他沒有辦法住在臺灣 他是最後離開臺灣的一批外商 他很愛臺灣 但是受不了這個這個磁吸的效應太大 為什麼 他一直期待臺灣 可以連接起來跟大陸的期待 那我們的年輕人又何嘗不是呢 今天我們就講了 包括不只是外流到中國大陸 也有外流到香港 也有外流到新加坡 人家說新加坡的物價很貴 對 但是新加坡的薪水更高 如果我今天這個這個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學校 或者是新加坡的研究機構 跟臺灣的招手 臺灣這邊 我很愛臺灣 可是我臺灣沒有 我會失業 我怎麼辦呢 我要離鄉背井 我要離開我的父母 其實大家是不願意的 可是今天是誰造成這樣的狀況 我們所謂出埃及記是什麼 就是因為埃及 他在埃及的時候 這些人感覺到很苦悶 他很受苦 受到奴隸般的待遇 被人家抽鞭吃 有沒有 啪啪啪 所以他就要往外逃 所以這些人出去 他是抱著一個很無奈的心情 是一種去國懷鄉 是一種往外逃 我雖然流到 領到很高的薪水 但是我心裡面在流眼淚 為什麼我的國家做不到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在國外受到認同 在臺灣卻被人家鄙視 卻被人家忽略 因為我們的政府 他沒有這個能力 發現什麼是人才 還有人才要怎麼樣留在臺灣 能夠有好的發展 然後變成一個好的產業 幫助我們真正基層 還有真正的年輕人 一起不輸給我們周邊的國家 我們的政府做不到 大家才催而求其次出去 不是說我們出去想要過好的生活 誰如果留臺灣有好的生活 不想留在臺灣呢 所以政府真的是要好好檢討 這個東西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葉莉 你看到的是什麼樣的樣貌 對 那當然對現在很多年輕人來說 他們是不得不被迫去中國大陸 或者是去這個國外去尋找一些工作機會 對 那最主要的情況還是 真的是薪水貸太低 房價太高 那我借幾個月之前 我們的主管機關公佈了一個數字 我看覺得非常的可笑 那個數字就是說 我們的主管機關沾沾自喜說 我們去年大學畢業生的薪水 創十七年來的新高 來到兩萬八千塊 也就是一個月二十八K 那所謂沾沾自喜的部分是呢 他認為這二十八K跟十六 十七年前比較起來 我們成長了一千到兩千塊 這樣的一個幅度 但問題是你對到十七年前的一個物價水準 其實物價已經翻了好幾番 那更不要說房價 房價也漲了一兩倍 所以你這麼低的一個薪水的幅度 其實連物價都沒有辦法去做一個 這個cover的一個動作 更不要說其實台灣這幾年 我們的加薪幅度一直是全亞洲各國 排名倒數低迷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情況 事實上日本的媒體 他們也是兩個月前做了一個全面性的一個調查 他們就發現說印尼 越南很多這個東西的國家 甚至泰國等等 很多大家過去瞧不起的東西的各國 他們過去這幾年 平均每一年的加薪幅度都落在五到十趴 台灣去年的這個加薪是二點四趴 今年有進步 今年進步到多少 二點五趴 也就是你進步的幅度是零點一趴 也就是說對很多年輕人來說 薪水這麼低 物價這麼高 房價這麼高 那我只好去其他各國去尋找一個相關的一個機會 那中國大陸更不要說這幾年 其實我常去演講的時候 去校園演講或去企業演講 我都會跟很多年輕人說 我們不要害怕所謂的踏出海外這件事情 因為海外的機會真的很多 那我一個媒體界的一個朋友 今年年初去了富士康 那我看到他去了鄭州 我看到他在這個FB後的照片 前幾天我看到一張照片 台灣說我有嚇一跳 鄭州居然有小歐洲 全部都是別墅 高級別墅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印象當中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你可能會覺得 他過去是很落後的 可是進步非常快 不管是中國大陸 或者是東協各地也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對現在很多年輕人來講 優秀的人幾乎呢 他其實有很多的一個工作機會 他是為了現在的薪水高 還是為了未來的前景好 之前問到一個非常關鍵 其實很多年輕人不管去東協也好 或者去中國大陸也好 也許現在的薪水不是台灣的一倍或兩倍 可是他們非常清楚 未來三到五年就知道他們夠努力 他們的薪水可以變成加薪加五成 甚至再多一倍甚至一倍以上 可是他如果繼續留在台灣 三到五年保證不會加薪 就算加薪 所以很多年輕人很清楚 如果我要有更好的薪水 我到海外就是先蹲後跳 而且他們是完全不怕辛苦的一個狀況 各位去看看阿里巴巴今天的局勢那麼大 這個中間有一個關鍵 這個人是台灣人叫陳崇信 蔡崇信 不 抱歉 那個蔡崇信 各位曉不曉得 他處理他財務 對 他除了處理他的家產現在是 過去他的薪水是人民幣五百塊 蔡崇信的薪水只有五百塊 可是他的家產那你算算看 中間我幫他算過 只不過是十二年半 將近十三年 從人民幣五百塊錢 到他上億元的資產 我們現在看 過去我們經常講 台灣人在大陸大概一百二十萬人 可是現在你自己估算一下 大概已經超過一百四十萬 大概已經超過一百四十萬 那換句話說 這二十萬人都是最近幾年 陸陸續續流了出去 那台灣的優勢在哪裡 台灣是有軟實力的 台灣是有創新的 那你尤其是我接觸很多 這一些遊戲產業的年輕人 他們喜歡玩這個東西 我告訴你 剛剛進去薪水跟台灣差不多 大概三萬多 可是只要經過一年 那對不起 他薪水就double 那換句話說 你台灣有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你有沒有給他這個希望 你有沒有給他這個遠景 那更重要的 你有沒有給他這個腹地 如果在中國大陸他有這個腹地 可是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呢 因為都是一些政務官 完完全全不了解年輕人的心理 他在幹那個政務官的時候 他為了討好上級 所以他犧牲了很多的產業 那今天中國大陸有很多文創產業的開發 如果不是台灣人幫他做的話 今天中國大陸的文創事業 也不會那麼蓬勃發展 有話兄講腹地 腹地就是大平台 這麼大的平台 台灣在這裡 中國大陸的平台是在這裡 我們都不要講說他 中國大陸又跟其他外面的地方 又有連結 那個平台更大了 比如說RCEP 我們台灣怎麼樣把腦袋削尖呢 你如果跟中國大陸不和解 你RCEP三輩子也進不去 注意看這裡是什麼 這個地方是廈門 最近廈門在9月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舉辦 9月3號到5號總共三天 在廈門舉辦金磚五國的峰會 那最近中印衝突突然間消滅了 然後印度的總理莫迪他有要參加 廈門的金磚五國峰會 那我們來看看 金磚五國第一次 當時不是五國 當時叫金磚四國 外長在俄羅斯舉行會談 是什麼時候 是2008年 那個時候在幹什麼 就是在建構一個平台了 四個國家我們綁在一起 就是一個平台啊 然後後來一直每一年都有各種各樣的活動 到現在金磚五國 巴西 俄羅斯 南非 中國大陸 注意哦 他們佔世界領土26.46% 佔世界總人口42.58% 快五成了哦 他的世界經濟總量比較低 22.53% 而全球貿易額也沒有很高 16% 可是他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率到了一半了 表示這個地方人口雖然現在沒有賺很多錢 可是成長性很高 這麼大的平台 現在就要在廈門進行了 那我每次去 當然那個進步不一樣 那邊的人跟我們最大的不一樣 尤其年輕人在哪裡 他們對於中國大陸未來的前景充滿信心 每個人覺得說我薪水雖然比你低 可是我將來絕對比你好 就是我覺得我的前途 我國家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跟台灣的年輕人不一樣 我們現在年輕人都在找說 我們應該去哪裡 要不然就斤斤在計較 或在網路上天天發酸文 罵罵馬行酒 消遣豪龍斌就很高興 你看到今天就是這樣 貴州在辦大數據的論壇 台灣在辦什麼 我們在辦滷肉飯器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還在追求小學系 可是人家在追求第二集第三集程式的 不停地往上 往上提升